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中的一把钥匙 那么就是组织及管理能力 那么今天呢 我们同样呢 也要开启一把这个学生通往学习成功大门的钥匙 到底是哪一把钥匙呢 有请我们的复杨老师 你好 主持人 谢谢邀请 你好 大家好 非常感谢这个机会 今天呢 我就想呢 咱们主要来讲讲这个交流吧 communication 对吧 因为什么呢 我就是很多时候呢 我的很多学生通常就来跟我谈这个问题 就是说 傅老师 我真是觉得 我觉得我好像不能融入到这个社会一些留学生 就是说我没办法跟别人交流 那么有些当地孩子呢 就是说我很怕 我真的特别不喜欢做一些这个 还要去做一些presentation 我还需要去跟人家teamwork呀 尤其我自己的女儿都是这样子的 跟她这么多年 她就是每次都是觉得我特别不喜欢要跟人家梯队活动 她说能不能我就自己做自己的就可以了 所以为什么不可以呢 为什么我们在高中阶段也要做一些这样的事情呢 它是有原因有目的的 对吧 对 为什么呢 因为你想想看 就是说这个社会 是不是有形形色色的人组成的 形形色的分子 原子在一起 不可能是你自己要让世界围着你转 没错 没错 你得围着世界转 你得要去接受一些你不喜欢的老板 你得要接受一些你不喜欢的老师 你得跟一些你不喜欢的同事在一起共事 对吧 所以我就觉得呢 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就是为什么最近呢 跟很多朋友交往 有些呢 就是说告诉我 就是说咱们中国的孩子很多是在工作中间 不是很成功 为什么呢 就是说不太懂得跟人家交流 虽然说大家都说情商 说的是很大 对吧 情商到底是什么 对吧 那咱们就把它缩小到我的教室里头 缩小到我的班上 我的30个学生里头 从小培养 对 就讲讲这个 为什么交流很重要 对吧 因为有的时候通常大家会说 误解了 那误解的时候呢 是不是大家都不愿意误解 那是不是就是因为我们交流的时候有一些隔阂 才会造成误解 不管是表达方式也好 或者是这个听的人的这种理解能力也好 它都会有产生一些误会 对 那么同样就说我想问的是 在这个学生学习当中也会出现这样子的问题吗 会啊 有的时候经常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比如说跟老师之间的交流 对吧 就学生跟老师之间的交流 学生就觉得老师好像不公平 对吧 为什么就是说没有给我一个这样子的 我的 适合于我的一个方式方法来教我 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上你要看的话呢 老师他有三十多个学生 一个班上 那我们有三个班 对吧 一百多号人 你不可能有一个方式方法是适合于每个孩子的 所以这就是要大家都要退一步 那中国话经常会要说这个东西 就是说着无益 听着有心 那么所以就作为老师来说的话 你说的每句话你是不要考虑一下 那孩子听到了以后会不会伤害他 那么同样孩子他也不能非常大 这种勉强的要求老师 要有三长六臂的跟那个孙悟空的七十二变似的 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符合你的学习方法 对吧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这个交流呢 就起到了一个钥匙的作用 这个钥匙如果是开得好 这把锁打开得就比较顺利 所以我就特别想谈一谈就是说 我自己在这个我的上课的时候 我是数学老师对吧 我并不是就是教数学 因为我想要交给孩子的是他的一个能力 将来他能够很成功的去到大学里头也很成功 对吧 那么我也是同样的带了几张照片 然后呢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学校里头呢 我作为一个老师一个教育工作者 我怎么样去培养他的 好的 那么这个第一张图片呢 大家看到的是 当然大家都可以知道 这个孩子呢是在这做他的演讲 对吧 那么这就是我的一个数学课上的一个项目呢 我就是 题目呢就是叫 这个在Google背后的数学 所以这个我的孩子呢就要去研究 就是说这个Google 大家都是 大家都打游戏嘛 对吧 孩子都用游戏 所以我就想以这种方式呢 正确地引导孩子呢 去看到这些游戏 还有这个 social medium的一些情况 对吧 那么Google大家都动不动 就说Google一下 对吧 那么在这个Google后面 实际上有很多很多的数学 对吧 这样的我的数学课上的孩子呢 就做了研究以后 他们就分享 那么在分享的时候 你想锻炼了很多的能力 没错 没错 第一个的话呢 你在上面讲的时候 你是不是很害怕呀 对吧 讲多了就不怕了 对吧 就就是这种一种方式 那么第二张图片 现在放上了呢 那因为我是学工程的嘛 对吧 我是工程改行 去当数学老师的 那我就把我工程的一些东西呢 我就运用到我的数学课上面 这就是呢 我的孩子呢 就是在做这个 用报纸 来做一个桥梁 来测试桥梁的强度 这个嘛 当然是物理了 但是你知道 物理实际上是物理的应用 就是数学的应用 就是物理嘛 对吧 那么这样的话呢 他们就是四个人一小组 你要有很强的交流能力 因为什么你在很短的时间里头 要把这个桥搭出来 没错 这teamwork也是需要 这个非常好的交流和沟通的能力 对 这个teamwork培养它就是 我差不多年年都做这个 因为什么呢 孩子和孩子之间吧 你想有的时候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每个人都要我的这种方式是最好的 对对 所以在四个人 在半个小时之内 你要达成一个协议 要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没错 确实是不容易 所以特别培养他们的这种 这种交流的能力 是的 对 那么现在大家看到这个呢 就是说数学虽然是说 很枯燥很烦闷的 那我就想用另外一个例子 其实我的课余时间 我经常会参加一些 其他的话剧队 这就是我们学校的这个话剧队 表演的这种话剧 就是说每年的话 我们都会做两次 邀请家长啊 然后还有亲戚朋友啊 来参加 那我们做的实际上是一个晚宴 这个晚宴 大家在一起吃一顿饭呢 同时我们的演员呢 实际上就是服务员 那么在这个 就会用一个这个剧情吧 就是一个人被谋杀了 然后呢 大家去找到谁是凶手 然后那么孩子 很有意思的 一种晚宴的形式 对啊 又有个互动 让家长能了解我们学校的情况 同时呢 孩子又有能够表演 表示他的才能 因为孩子都喜欢表现嘛 对吧 所以他们在这个演出的过程中呢 锻炼了口才 同时呢 又是增加了他那个 面对这个很多人的时候的那种 那种说话 不再怯场的这种能力 明白明白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吧 那么最后这张图片呢 就是我一直都比较推崇 这个叫这个互动 就是mentorship 中文应该怎么说 这个mentorship 就是就是大的带小的 就是这样 大学生 因为我很多学生都已经大学毕业了 对吧 那么大学生回来带动我的高中生 然后呢 高中生呢 又带动我的小学生 因为这些小学生呢 他们到了过两年 就到我的班上来了 对吧 所以我就等于说 把他们都串在一起 然后这种交流呢 就带有很多学术的探讨了 就是在学业上面 到大学里头 应该怎么样能够成功 高中生告诉初中生 到了高中以后 应该怎么样能成功 所以这些活动呢 我觉得就是给孩子一个平台 创造一个平台 让他们去显示他们的才能 然后从中犯了错误 从错误中间再得到教训 然后呢 知道应该怎么样去牺牲 怎么样去忍耐 怎么样有耐心 能够接受一个 不是自己朋友的 不是自己类型的 个性的人 能够工作在一起 明白 所以呢 您是通过这样子的 就是四种 不同的教学的方式 以及课余的这样的 一些培养的方式 然后呢 培养这个孩子们的沟通 与交流能力 那其实我知道现在真的是这个竞争啊 这个越来越激烈了 那么据我所知 很多的一些这个大学录取的这个条件 也是年年这个门槛在提高 尤其呢 是就是说很多的一些非常热门的一些大学和专业 他们现在的这个录取的标准 往往呢 就是说这个也是跟这个沟通啊 人际啊 交流啊 能力挂上钩的 对对对 所以我想说就是在我们的这个 AJAX这个高中也是就是说现在也非常的重点培养这个孩子的沟通 以及交流的能力 对啊对啊 因为现在你看那个滑铁卢啊 他们的这个工程系都开始有这个视频面试了 是是是 所以就是说大家都很清楚就是说我们不能单单看孩子的一个成绩了 确实要看到他的这个情商 这就是情商最最基本的一个表现 就是说你能不能把你自己能够很啊 完完全全的呈现给别人让别人看到你的能力 是是是 所以呢我们也是就是说作为老师 作为这个校方也是极力的再去呃 就是培养孩子们现在这样除了这个学习能力之外的 其他的一些非常具有竞争力的能力是吗 对对这个非常重要 所以就是呃 我觉得就是也呼吁家长 对吧 能够给孩子一些其他的平台 嗯 不要太多的就是只注重于这个做题 尤其数学方面对吧 能够给孩子一些机会 让孩子呢去有一个锻炼的机会 因为就像感冒一样的 你经常感冒 然后你就有防御能力了 对吧 如果我们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一个平台 突然一下需要的话呢 肯定孩子会怯场的对吧 尤其是那种呃 大家都说哎呀 对孩子个性比较内向 其实内向的孩子都是很成功的 嗯 这个就是说呃 一个人的交交流沟通的能力 并不是说天生下来就有的 其实是后天培养出来的 没错 因为你要是把他 就像我们说的那个狼孩 嗯 你把他放在那个狼群里头的话 他肯定不知道怎么样 跟人类去交流 对吧 不管你是多么聪明的一个孩子 没错 所以这个后天的教育非常重要 嗯 好 那么节目最后 能不能再给我们的这个家长一些建议 就说怎么样呢 去培养这一些 除了学习能力之外的一些 具备竞争力的能力 对 就是这点呢 我就希望家长呢 能给孩子一个空间 孩子喜欢的地方 比如说是去参加体育活动啊 或者一些文艺活动啊 去参加一些各种各样的这种 演讲比赛啊 嗯 等等的话呢 那都是给孩子一个 很好的锻炼的机会 嗯 因为我觉得给他一个舞台 他一定会展现他自己的 嗯 好的 那么今天呢 非常感谢傅老师呢 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 跟大家呢 这个各位 就是电视机前的家长们 也是交流了一下 这个学习的 这个孩子学习的一些心得 好的 希望呢 能够对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能够有所帮助 好的 我们今天活在五点的 国语嘉宾访谈环节 就是这些内容了 感谢你的关注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